請問他,歡迎收看,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這也是我來的原因,我來自香港 這次來希望找大家幫忙的 我一直很感謝台灣很支持香港 剛才拿了這個 我們那邊遇到很多問題,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反送中那些我就不說了,時間也不多 那我去年在我們7月1號開始有一個國安法 那那個消息是5月份放出來的 那個時候我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這篇文章是要教大家在國安法來之前 希望怎麼樣保障自己 分別介紹了幾個很基本的工具 一個是密碼後幣的錢包 一個是Proton Mail 大家應該都知道 沒有講到Signal 就是我們有一個香港的特色 就是我們的預付卡是不用登記的 就是不用用身份證或物照去買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尤其是當我們去做夢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做夢 就是香港會用這種說法 就是不去遊戲 那我這次提的Decentral SHK 它有兩個部分 就是一個就是我們需要把我們的資金 去中心化 另外就是需要我們把我們的內容 尤其是新聞的內容 公共議題的內容把它去中心化 因為我們兩邊都受到非常嚴重的打壓 然後我們很多的人包括民選的議員 包括教會 包括去年的新火 包括支持一些在香港來到台灣讀書的學生的一些眾籌 然後那些帳號都被香港的銀行停掉 所以我們 我在做一個 那個Decentral SHK 其中一部分 就是叫大家別用那些香港的銀行 用網上的用區塊鏈上面的密碼的貨幣 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們的新聞自由也受到非常嚴重的打壓 包括那個太多例子了 我就不舉了 那前面那部分 關於錢那部分 是不牽涉到那些開發的工作的 我們用的是現有的技術 主要是鼓勵大家去用穩定幣 可能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話 穩定幣就是它的價值是跟美元掛鉤的 就是不像比特幣那個會漲會跌 可是它用的技術是區塊鏈的技術 那就能夠防止 或說起碼會非常難去讓政府去封那個一個帳號 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中環會封銀行總行前面 比特幣的那個社群在前面打的要廣告 比有Ownbank 就是不要用匯豐 那還有很多 我在DecentralXK一部分 就是前那部分主要我做的是寫文章 或者說開一些分享會工作坊 讓大家開錢包 我知道怎麼用等等 我有一個會定期 每週會發表文章 另外一部分更重要的 更需要大家幫忙的是關於內容那部分 首先我們定義了一個 指定了一個標準 叫ISCN 是一個開放的標準 你可以去ISCN.IO去看看 就是跟那個書的國際書號ISCN是差不多的 可是它是針對一些比較小單位的內容 比如說一張圖片 一篇文章 而且它是一個可以想像成為一個區塊鏈的版本 就是想像一下你拍了一張照片 你在一個社會事件現場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把它出版到區塊鏈去 然後你的照片就會有一個唯一的碼來代表你 還有一串很多的原資料 包括是用了什麼手機 那個geolocation等等等等的 那剛剛講的是ISCN那部分 就是一個唯一碼 用來處理那個內容的原資料 另外一部分可能做技術的可能會聽過 有一個叫ITFS的基礎 就是一個點對點的文件系統 有點像以前BT 的邏輯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用來存 因為ISCN只是存內容原資料 這不是存內容本身 剛才說的一張圖片 那個 難怪我那麼沒有壓力 我一分鐘把它搞定 那個 照片本身是放在IPFS去 讓它點對點的 去分發 那這個當然在台灣可能沒什麼感覺 就是我們那邊就是很多時候 那個 會受到很多壓力 最近比如說 Hankong Kotiko 就是香港的編年史 然後就網上就被封了 就是 在大陸的牆已經開始 來到香港了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去存我們資料 就是越多人去存那個資料 他們就沒法 這權力機關都沒法說 封也有網站 就把我們封掉 所以 我們需要做到 那種效果就是 原資料 不能篡改 因為放到區塊錢 不能篡改 然後 內容 分發需要做到 點對點 然後 內容的完整性 就是它的真維 有沒有被修改過 只是用數學來證明 因為它是一個hash 那個可能不能展開太多 比如說有一張照片放上去之後 我哪怕是十年後 重新看那個內容 我知道它連一個上述都沒有被修改過 那 這個就是一些節點 這個是比較需要大家幫忙的地方 就是 越多的節點來存放我們的內容 包括原資料跟內容本身都 這我們就越安全 那個 是 slack 然後 我們最多的討論在discord 等等 希望大家支持 謝謝 Thank you OK 那今天的提案就到這邊 走這邊 麵 小廣 Hopefully